马迁品历史 带您探索最真实的历史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会给大家带来哪些看点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飞鸟进梁宫藏 不仅中国有这样的传统 国外也不能免俗 朱可夫一位对苏联命运 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军人 从士兵到元帅 一生经历了无数次战斗 立下赫赫战功 他在二战中领导作战的优秀水平 更是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 可惜他也没逃过前面的定律 朱可夫和斯大林一样 出生在一个邪将家庭 朱可夫同年生活非常艰苦 但是他的母亲从来没有放弃 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 所以朱可夫还是拥有一定的文化的 他在19岁时成为一名士兵 随之渐渐展露在军事方面的才能 朱可夫曾参与了一战和二战 步步高升并在二战中 受到斯大林的重用 朱可夫在苏德战场上 最卓越的功绩是在莫斯科会战中 粉碎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鼓舞了当时全世界人对于抗战的信心 朱可夫也成为全苏联人民的偶像 所有人都将朱可夫视为英雄 或许正因为这样 导致朱可夫之后在苏联权力的斗争中成为牺牲品 朱可夫的政治敏感性 相对于他的军事才能来说差得太远 而且他性格非常直爽 这些都成为之后斯大林不再能容忍朱可夫 比他更有威望时能够钻的漏洞 斯大林罗知罪名 将朱可夫从中央免职 并贬到其他地方 虽然斯大林临终前曾将朱可夫调了回来 但是他还没有交代什么就离世了 之后赫鲁晓夫上台 出于政治目的让朱可夫东山再起 但是坐稳位置后又再次将朱可夫免职 并将朱可夫的全家都监视起来 赫鲁晓夫感觉到不妙 想利用朱可夫的威望稳定统治 但是他没多久就被赶下台 朱可夫在被监视的日子里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结了婚 两人和三个女儿一起生活的还算美满 1974年朱可夫病逝 他死后苏联政府依旧不放心 对他的三个貌美的女儿下了一个残忍的命令 对这三个无辜的女子进行全天候监视 直到苏联解体后才结束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创作不易 欢迎见多时光的您点赞评论